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台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凤赛老师 好的 感谢真伟各位 随着昨天共军宣布这三天的军演结束 也许你会想说那到底今天台湾股市会不会做拉回 还是迟接的一个创新高 其实我跟各位讲通通不变维持盘间的格局 而且蔡老师每一天都带领你最及时的一个什么 一个解盘 我盘中我没有跑去玩嘛 我盘中还不是跟你讲今天盘怎么看 其实今天盘中蔡老师接手的时候 我也可以很干脆的跟你讲 那一定要越过3月31号 这个1千 15000 951点 但是我没有这么说 为什么 我说因为目前整个盘市是业内说的算 包括政策包括法人都在观望 所以说业内玩得很高兴 那业内要不要过那个高点 根本不是重点最好台湾股市每天只要涨一点就好 然后业内的股票有30只涨停 这是业内的盘算 所以其实业内在控盘 很讨厌台股大涨 各位所以今天的盘压债 大盘涨37点 又维持一个多头的龙井 对不对 然后该拉的股票又能够往上拉 明天继续来赚股票的钱 这是最棒的那支操盘法 我希望大家不要放弃了 所以说不管如何 蔡老师每天都会坚守岗位 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忙的话 我会很荣幸的推你一把 忠心的祝福 你跟你的家人平安健康 我说过 看懂盘面 你就会趋吉避凶 来看看 这是昨天4月10号 大盘开高涨83点 尾盘涨39点 这也是很棒的一个控盘 为什么 因为外资没有卖 各位其实在军演方面 内支当然要准备护盘 政府机构金管会 当然都要准备护盘 散户也不见得会去卖股票 但是有可能期货在做空 是吧 对 那大户谁理你 大户持续在做股票 所以我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你什么时候看过人家军演 还差32点 创新高的股市 就只有我们的台湾 厉害啊 我的台股 厉害啊 我的国 对不对 超级厉害 但是要有数据嘛 各位不是蔡老师说厉害就厉害 昨天的一个外资 买进台股6.71亿 连续两天买 当然我也可以跟各位说 其实这个有可能都是假外资啊 因为新台币没有波动 新台币趋落嘛 所以真外资目前还没有表态 希望真外资一进来 能够买进 好吧 那关键是这个 如果他借券给你大增的话 代表他虽然指数啊 不让你大跌 但是他已经布了很多空单 结果有吗 没有 他的借券连续两天减少 包括上礼拜五 包括昨天礼拜一 昨天放大到减少两万九千多张 减少在哪里啊 各位你看看哦 昨天4月10号减少两万九千张嘛 上礼拜4月6号4月7号 才增加5300多张 所以4月份他们依旧是偏多啊 那昨天减少在金融股 各位 你看看哦 昨天新光金元大金负 玉山金减少了4000多张 3000多张 3000多张 对不对 国贷金台新金还有富邦金 有没有看到 弱势的金融股都翻多了 所以我近期几天哦 我只跟各位讲一个方向嘛 就是什么 往好的地方走啊 希望一切往好的地方走啊 有没有 从上礼拜四礼拜五到昨天 是不是一切往好的地方走 你去爬山啊 不是要征服啊 山顶 而是你要去享受啊 当先人的一个滋味 跟人家不一样的境界 对不对 看到山谷中 就是城市里面的喧嚣 当你爬上山顶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好的地方走 你看 氧气也比较充足嘛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持续要往山上走 才知道人家下什么棋嘛 所以同样的啊 各位 今天面对的是美国股市 因为欧洲股市 等一下三点才开盘 美国股市有辜负你吗 昨天一开盘 9点半的时候 吓死了 对不对 都开低嘛 来来来 昨天道琼也开低嘛 数据不好嘛 对不对 结果拉上来 大家又会升息啊 又有一点啊 过分的一个担忧 科技股也一样开低嘛 也都收敛嘛 备办最棒啦 开平低之后 直接给你拉高 涨得快2% 所以结论在什么 结论在各位 亚洲股市 谁比台湾强 南韩啊 南韩股市为什么能够连续涨三天 我问各位 从上礼拜五 昨天4月10号 今天4月11号 有没有 续创波段新高 南韩的台积电 也就是权王是什么 台股的权王当然是台积电嘛 占市值24% 南韩股市占市值20%的 叫做三星电子 各位 三星啊 是不是 全世界记忆体的龙头嘛 三星电子嘛 有看到没有 它占南韩股市20% 我们台积电占台股24% 权王初级嘛 权王在去 南韩股市创高 合情合理嘛 那为什么涨 因为赔死了啊 所以它不生产啦 各位啊 你知不知道 各位 这上礼拜六 上礼拜六的新闻 不就是面对上礼拜五 4月7号 南韩股市的变化吗 南韩第一季 获利重挫96% 宣布减产就是 赔死了 所以它不生产记忆体了 好不好 当然好嘛 这为什么不好 这就是我跟各位说的 这叫终极杀招啊 记忆体要这样才会 整个大逆转才会涨起来啊 所以你来看看 今天早上4月11号的工商 三星砍产能 低润传年减3% 有没有看到 民国87年 1998年 这个是亚洲金融危机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 索罗斯去狙击这个 所谓的一个香港 对不对 有吗 记得吗 然后香港 北京调钱过来 守护香港的一个汇率 你还记得吧 是不是 减产 然后呢 你看看 激励股价连番走高 是不是三星 对哦 好来你再来看哦 但是昨天啊 我们的低润在回档 有没有 我就说市场又有两面的讲法 说这个啊 减产也没用 我们都不用变 因为昨天蔡老师 也跟你讲南亚科 有没有 是哦 全市场只有我讲南亚科 那我们昨天面对的是 美国股市 耶稣收难日之后 回来的三天年假结束嘛 第一天开盘嘛 对应的是什么 美光有没有 美光有没有 涨给你看 昨天一开盘的时候 都大跌哦 美光一开盘就涨7%以上 有没有 美光 结果美光啊 今天早上收盘的时候 4点半 4点的时候收盘 大涨了8.41% 近期新高 所以南韩啊 三星电子减产好不好 美光已经跟你讲了 所以有时候记者 他是太主观了 他觉得看空 他就去凑一大堆利空 要吓你 搞不好也是他要进货 很可恶的啦 你不要去看一大堆 很偏颇的文章啊 跟蔡老师走就对了 我是用最客观的立场 来跟你解释 而且都有辅助资料嘛 所以你看看昨天的南亚科 是不是全市场只有我解 因为南亚科跌啊 解南亚科干嘛 不行啊 股票不是这样做的嘛 你要知道跌 到底跌真的跌假的 全市场跟你讲跌假的 只有我啊 昨天南亚科跌到66块3 是不是前一天高点 也就是上礼拜五 多少 六十八块8 六十六块3 昨天低点 那又怎样 各位是不是 你来看看 外资昨天小卖2149张 关键是投信 投信昨天是卖台股 他还挤出一些钱去买南亚科 投信连续10天买南亚科 各位你看到了没有 是吧 所以投信更清楚 脑子更清楚 因为南亚科已经出现买进讯号了嘛 三月份的月营收出现月增啊 结束了连续11个月的衰退 现阶段涨的股票全部是这样 包括4968的利基 各位三月份的营收月增30% 所以利基的公司派才敢这样拉 当然也有结合外围的业内 就不说了好不好 利基啦 天狱啊 跟敦泰 这个都一群的 好不好 蔡老师点到为止 想做的再跟我联络 我不太想要讲的太明白 各位 2408的一个南亚科 今天是不是再冲波段新高69 有没有 是吧 是不是 你看蔡老师的节目 我不是每天跟你讲最强的 或者是说放空之后 就跟你讲最弱的 不对啊 我们每天去前进 一定要去日积月累 得出一个结论 你认知的本事在哪里 你在台湾股市就能够赚到 你认知的钱 不是在跟单 不是在跟人家在炒作股票 不是盘中哪个老师在喊什么股票 你赶快去买 结果都套在高纲上 各位有没有 我跟你讲的都有评有据 2408的一个南亚科 是今年2023年1月30号 我跟你讲的 我没有研究南亚科 我带领你去买南亚科 我吃了雄心报纸胆吗 有没有看到 当天涨2块6 60块3 我都公开让你验证 有没有 先蹲后跳 而且那时候还烂到报 为什么 亏损会扩大 但是我告诉你 脾级太来了 万事急凶必有招 我不管你信不信 后面证明蔡老师的专业研究 产业研究 真的是你要追随的方向 各位 一档南亚科的一个上涨 涨得快10块 比起你啊 十支涨停板的一些什么 妖魔鬼怪骨涨停还有用 因为那些拉涨停 那么容易是因为 筹码在人家的手上嘛 各位你难道不懂吗 你应该懂嘛 是不是 你倒不如来做南亚科 赚这10块钱 不管你要买几千张 对不对 都是可以买得近 然后卖得出去 是不是 营收也帮你辅助啊 代表蔡老师的研究 真的是让你值得信赖 你再来看看 今天的一个台湾股市 最低跌38点 各位真的很棒啊 因为台积电 最低的时候 也才跌啊 5到7块而已啊 也跌不去哪里啊 很棒 但是外资还没表态 我不是说台积电 人家就不卖了 我还是希望台积电 能够每天涨 因为它影响台湾的经济动态太大了 各位是不是 就像三星都已经涨了 对不对 台积电现在乱加加油 好不好 你看最高涨69点 尾盘涨37点 是不是 收盘新高嘛 距离6点就过15951嘛 今天高点15945 但是那也不重要啦 反正台湾股市最好每天涨一点啦 然后股票全部都涨停板 是不是 是哦 昨天台积电公布营收的时候 跟你讲双减 烂透了嘛 你说老师烂透了 你讲的吗 好来没关系 我知道也许有一些人 对台积电有偏好嘛 对不对 我也希望你去操盘 那一些什么新制劳退 旧制劳退 希望你这些对台积电 有偏好的去操盘 为什么 因为他们买了三十几吧 所以台积电跌 其实影响很大 各位你知不知道 你看看昨天第一季的营收意外不及格 这些人下来吧 我昨天跟你讲不好 你不相信 今天看到报纸 是不是不好 是不是低于法人预期 是不是 是吧 但是还是要讲台积电好话啦 好不好 这个高雄厂说明年量产要跳票 他也不说 好啦不管了啦 反正今天就跌不下来嘛 好不好 加油啦台积电 最低跌7块嘛 尾盘524跌5块嘛 是不是 我讲的没错嘛 是吧 各位 但是依旧创近期新低 就是不好 好不好 下礼拜是法说会 来一点可口的营养的维他命嘛 好不好 所以这个法说会 要去经验一下 要讲什么样去建立人家持有台积电的信心 讲给法人听啦 法人那持股才是十几万张耶 台积电加油台股加油嘛 好不好 蔡老师跟你讲的一个贸打 6138贸打 有没有 各位 连续三个月出现月增 证据在这里 是买进讯号 所以拉到170嘛 是不是 昨天有没有买 有啊 法人放大买超啦 外资 投信自营商 三大法人是不是起买 有吧 今天这个贸打依旧 170嘛 是不是 国内券商啊 有兴趣啦 画纸点到这样就好 看看明天报纸会不会报 营兽月增嘛 不是跟南亚科一样吗 创新高 合情合理 各位你再来看看广运 连续两个月 营收都双增 这更好 这也是除能概念股 昨天拉到30块7 外资买超连续三天啊 是不是 今天拉到31块 是不是 那关键今天的主流呢 我跟你讲的连勇 3034 连勇那时候面板驱动IC啊 天狱连勇 敦泰跟细创 300块 今天的联勇 三月份月营收啊 出现了优于预期啊 超预期嘛 公道464 是不是波段新高 是哦 L1 LCD的一个驱动IC族群 整个带上来 普陈 30多块而已 一样是LCD的一个驱动IC 营收双增啊 重点是它是营收新高 这家 目前50档哦 各位还没完哦 因为啊 金明两天还会啊 在统计哦 因为清明廉价的关系 所以啊 这个金管会啊 让这个2400多家公发公司 可以到4月12号 都可以公布三月营收 普陈几家 6129 有没有看到 50档营收创新高 很少见IC设计 三月份营收会创新高 因为是淡季 所以特别留意 公司派积极做多的决心 所以我跟各位讲 投资就是认知的变现 蔡老师邀请你哦 还没加入LINE的记得 加入好友 官邦推荐 搜寻品封大中华 这个logo就对了 把它点进去 合法的投信投顾业者 懂了吗 所以希望你为明天的一个获利 提早做准备 蔡老师邀请你 2023年投资台股 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跟着蔡老师走 我们先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广怀 来继续请教蔡老师 欢迎回到一言新帮 再把时间交给蔡老师 好了 感谢真伟 时间有限来赶一下进度 各位投资股票 就如同这个图一样 各位 你要怎么样去获利 你要击败业内主力 法人 还有坏消息 我特别把它改成一个废废 还有一只狐狸叫坏朋友 这些人都要坑杀你 你都要躲过之后 你才有可能赚到钱 难不难 所以我才会跟你讲 一天到晚跟单 那人家还不是要找 跟单的出货吗 懂了没 各位 所以你去看蔡老师 从来不跟单 我们靠真本事用产业研究 对不对 然后提早上教 让法人来帮我们抬教 这才是你在台股 唯一获利的方式 不然跟单 我也祝福你 都没有坏朋友 你觉得可能吗 各位 来 蔡老师公司的玄关 好不好 满满的正能量 伪创 今天再创新高 昨天哪 投信买了五千多 我绝对不是叫你去追高伪创 我要跟你讲什么 这是蔡老师 去年年底的时候跟你讲伪创 那时候才不到29块 你看这边 我跟你讲说 近期传出塔塔集团 要用新台币152亿到190亿 买下印度的iPhone组装厂 伪创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今天的报纸让你看到吓死你 塔塔收购伪创伪创印度厂 最快月底完成 多少钱 上看6亿美金 6亿 是吧 这对伪创是好事 因为伪创 这个厂都不会赚钱 所以卖掉是好事 各位 152亿到190亿 6亿美金不就是180亿 是不是落在这个範团 有没有 这是奉印度政府的命令 所以后面塔塔集团还会去收购合硕 等着看新闻各位 昨天跟你讲强化 这个电力的一个韧性两年 国发会预计要砸760亿 有没有 改善区域电网除能 是吧 我昨天盘中 八卦主持人问我说 他这个100块到底是头部还是底部 我说当然是底部 他整理结束了 那时候100块了没 还没 今天的中芯店 你看看 我去年跟你讲中芯店的时候 才55块 这都实打实的股票 今天中芯店最高来到110块 我就是没跟你讲华城 因为有一些重复的讯息 有一点过分 昨天盘中也放 今天又放一样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不讲了 好不好 也祝福他 来 1504的一个东源 有没有 蔡老师跟你讲 重电设备东源 29块5 今天45块6 还有很多 三阳工业今天也创新高 双红也创新高 银帮 各位你来看看 银帮 我那时候跟你讲银帮 各位 130块 银帮 3693 今天银帮涨停板 151.5 有没有 所以各位 向外学习快速行动 节约人生成本 缩短成功的时间 是蔡老师的一个道理 好不好 我希望道相近 我来帮你一言心帮 所以希望各位 为明日的获利 提早做准备 没办法做准备的 蔡老师来帮你准备 2023年投资台股 就是枪在手 请你一定要 跟着蔡老师的讯息走 我们把节目时间 交还给正位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案所推荐 分析的特别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都正应到独立判断 诊认评估 并且致富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下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